Hello,大家好,我是陈时期 今天我们来拆RICO的新系列 它叫做Happy Home Party 快乐HomePod系列 这个系列一共是9个基础款 一大一小两个隐藏 那它讲述的就是RICO和他的好朋友 在冬日的暖洋里举行了一个宅家快乐派对 这一次没有小伙伴 然后看图鉴的话 我很喜欢这个小雪人 气球狗和中间的蛋糕 先来看一下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只就拆到了我喜欢的 封面款气球小狗RICO 我觉得它跟我上一次拆的这只Bob 有一点点梦幻联动了 这个RICO姿势很像是那种 大娃气气乐里的造型 它是骑在了一个气球小狗的身上 一只气球狗是这种半透明的紫色 然后RICO的头上还有一个兔耳朵的装饰 也是这种气球的感觉 颜色的话和它身上衣服的颜色对应了起来 好,来看第二个 诶,等一下 我好像 我拆到了小隐藏 哎呀,那完了 我今天这九只梨我都蛮喜欢的 我不知道哪一只要被替换掉 希望不要是这个蛋糕和雪人 第一只小隐藏呢 叫做樱桃可可 它就是一块小蛋糕的感觉 上面趴了一只可爱的迷你樱桃RICO 这一只蛋糕呢 是那种香芋粉紫色的 上面有RICO标志型的笑脸 蛋糕上写着Cherry Cake 还有这种撒了小糖豆的奶油 两只手举在了胸前 看起来还蛮高兴的样子 第三只呢 我拆到了疗愈天使RICO 所以我们的RICO就是一个小天使造型的打扮 金黄色的头发 配上白色的裙子 然后头上呢 有一个像云朵一样的光环 它也是那种有点半透明的感觉 RICO的手里抱着一只非常开心雀跃的小幽灵 这一只的造型会让我觉得有点那种创诗般的感觉 这一只我拆到了RICO的好朋友鸡蛋花小安 小安呢 加着两个标志性的长长麻花辫 然后头上别了各式各样的小花 坐在了一块鸡蛋花地毯上 很像一个美味的荷包蛋 然后她的手里还拿着一面鸡蛋花的小镜子 是一个正在照镜子臭美的样子 这一只叫做小雪烘焙 RICO的头上呢 围了一个小头巾 把自己打扮成了一个小厨师的样子 RICO的兔子小伙伴就帮他扶着这一只cupcake 然后RICO的手里就拿着一个裱花袋 正在上面挤奶油 挤成了小兔子的图案 这个场景我还蛮喜欢的 看起来很温馨的样子 这一只拆到了RICO的另一位好友 斑点小狗吉安娜 吉安娜呢 是一头长长的粉色头发 你看她的头上带了两个斑点狗的耳朵 怀里呢 也抱着她的斑点小狗宠物 包括她自己身上的衣服穿的也是和小狗同款的 然后呢 她是坐在了一朵这种半透明渐变的云朵上 或者说我觉得像是雪堆里 还有三只了 但是我还剩两个许愿款没有拆到 有点慌耶 完了还不是 这一只拆到了快乐定格 RICO穿着一件绿色的连体衣 是一个半跪的姿势 然后她的手里就拿着拍立得 在记录这个派对上的快乐瞬间 她的头发是这种奶性色的 然后上面戴了一个手感漆的毛线帽 另外旁边还有一只小幽灵 你看她笑得超级开心 所以RICO在给她拍照是不是 难道我的好运还是在的吗 这一只叫做奶油派对RICO 我觉得它其实很像一只隐藏款耶 RICO整个呢 就躲在了一个奶油蛋糕里面 整体颜色就是那种非常粉嫩的感觉 是一个草莓味的蛋糕对不对 RICO的头发还有衣服也是粉色的 头上呢顶了一颗奶油草莓 它就这样子突然从蛋糕里钻出来的感觉 是不是要给这个派对上所有人一个惊喜呢 我很喜欢这一只 最后一个 一定要是雪人啊 还有哪个没拆到 好像都拆到了 还有这个 这个也不错 好吧 这只叫做幸运饼干RICO 这一只我觉得有点那种圣诞节的感觉了 RICO头上戴着一个像圣诞老人一样的帽子 只不过它浑身的色系是这种紫色调的 然后手里呢拿着一个礼物袋 在礼物袋里钻出来了一只姜饼兔 据说在这场派对里最幸运的人才能抽到这一只姜饼兔 好啦那这就是今天的快乐哄趴系列了 虽然没有拆到我喜欢的雪人款 但是拆到了小隐藏感觉也还不错 那今天的视频就这样啦 希望视频前的你们都可以开开心心快快乐乐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